这个月12号的凌晨 一场地牛翻身 让民众议论纷纷 因为它的规模虽然不大 只有四 但是镇央却相当罕见的 就在大屯火山区 也就是台北阳明山一带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表示 这是因为岩浆冷却过程中 产生了硬力调整 才导致地震 虽然气象局也保证 这不是火山要喷发的前兆 但很多民众讶异的是 原来大家经常去赏花 踏青的阳明山 还是个火火山呢 而根据中研院的研究结果 紧邻台北盆地的大屯火山 最近一次喷发是在6000年前 而且其实不止大屯火山 宜兰外海的龟山岛 海底下也证实 有频繁的火山活动 换句话说 台湾就有两座 不折不扣的火火山 而火山离我们这么近 大多数人却对于火山毫无所知 这些火山究竟会不会喷发 而一旦爆发 我们能够阴影吗 STEVEN 在 server里没关系 这是冰岛南部的艾亚法拉火山 沉睡了将近两百年以后 从2010年3月开始 喷发大量火山熔岩 岩块拖着尾烟 从火山口向四面八方喷出 直冲天际的火山灰 形成巨大的迅状云 滚滚火红的岩浆倾泻而下 管入一场失控的烟火秀 而冰岛为什么会有火山呢 先从地球的内部构造谈起 最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壳 地壳是硬的 然后下来就是地寒 地寒在里头就是地 就是我们所谓的地壳了 现在我们知道中阳级 它事实上是在一个地寒中间 热的一个对流 然后如果因为热的对流 就把地寒上面那一层地壳把它拉开 然后岩浆就从地寒中间出来 那冰岛刚刚好就是在中阳级上 尽管冰岛的火山灰 无法绕着地球跑 然而火山的威胁却离我们很近 因为台湾位于西太平洋岛湖上 海洋板块在这里隐没 火山活动相当频繁 难道不担心哪一天 台湾也有火山爆发吗 哪一项是你最担心的台湾天然灾害 地震 你不会学火山爆发 不会 为什么 还好因为还没有遇到过 台湾都是修火山的 没有火山的 最担心地震 你不担心火山爆发吗 台湾还有有火山吗 那么台湾到底有没有火火山呢 我们跟着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 前往位于宜兰东方 约十公里海域的龟山岛 一探究竟 这一座外貌酷似海龟的岛屿 头朝东北回向西南 面积只有2.85平方公里 而龟山岛其实就是一座火山岛屿 主要有两座火山体组成龟首和龟甲 至于龟尾则是一片细长的沙洲 随着潮水涨落 位置会偏移 就像是乌龟白尾 从龟山岛北岸码头登陆 我们沿着北岸登山步道 从龟尾朝龟甲方向前进 一路上近视原始山径 金冠已经长满直批 依旧不难找出火山的迹象 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是龟山岛 龟山岛大概是一个火山的地形 它也是火山喷发 它属于岸山岩子的火山喷发 它喷发过程里面可能有熔岩流 就是有红红的岩浆流出来 这边主要是岸山岩 然后这边气孔还蛮多的 黑色这边可能是灰石的柱状 然后气孔 气孔那个面 对所以这一层应该是 是某次喷发的一层熔岩流 受到冲绳海潮张力作用 菲律宾海板块又向北已没入 欧亚大陆板块的影响 过山喷发形成了龟山岛 光光从这接近300米的 300公尺的砖探 就可以看出有12层以上的熔岩流 那可以知道说大大小小喷发 加起来可能有超过 在这300米内就有超过12次 龟山岛最年轻的定年是到7000年 它最老的定年是大概20万年 所以20万年到7000年来 这当中可能是相当的活跃 至于7000年前到现在 龟山岛至少还发生过 四次的火山活动 我们沉船绕岛 在龟首东边海域 海底泳泉冒上来的大量气泡 在海面形成乳白色的景象 宛如一片白沙 空气中更弥漫着浓厚的 硬化的硬磺味 我们下去的时候 发现像我刚才画面 那么大的烟囱 大概在这个地方有9处 但是你说小的喷口 上千处都有 所以这个热泉喷口 这是一个很极端很恶劣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温度可以到116度C 喷口的热度 然后它的那个 pH值 就酸碱值可以达到 1.75 中研院研究员郑明修发现 在龟山岛富含硫磺的前海热泉喷口 住着硫磺怪芳蟹这样的族群 当喷口喷出高浓度的硫磺烟柱以及气泡时 它们就会从细缝中蜂涌而出 用前脚从海床上剪食 火山般的这种烟葱热泉出来的时候 把这水沉中的忽悠生物杀死了 杀死了这个忽悠生物不是掉下来吗 甚至连鱼类都有 连鱼在里面分头转向也是会掉下来 然后它就吃 所以这个过程中我就形容 海洋下雪成为怪芳蟹的盛宴 在我们龟山岛这里 大概水深多大概5到30米 数量最多 甚至它的种 每平方公尺可以叫300多只 甚至整个这么一块区域 我估算过它超过1000万只 那喷口就要停了 就整个猪蟹就不见了 硫磺怪芳蟹与海底热泉喷口 有着密切的遗存关系 在这样特殊的生态环境下 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只是这股来自地心的暖流 会不会哪一天戛然而止 而这座看似沉寂已久的火山岛屿 是否还活着呢 龟山岛的东北方的那些 冲伸海潮里头 事实上也非常接近我们台湾的地方 事实上也有一些火山活动发生 就是它还是活火山 对 从定年的资料 从各方面的地球物理资料 从这些资料合并起来的话 都支持说它是一个 有活动性的一个火山 研究火山30多年的陈中华 也在属于大屯火山群的七星山下 专精采集火山灰 发现最近一次的喷发年代 距今只有六千年 像这一棵就是一个 我们在就是在梦幻湖里头 六千年的那个火山灰 我们大概都是以一万年为一个标准 如果在一万年以内的 有很确切证据的 那我们就说 它这个是我们把它定做一个火火山 从修火山一下子变成潜在性火火山 人口密集的台北盆地 紧邻着大屯火山群 一旦火山爆发 大台北地区六百万人该怎么办 现在九十 这个声音就是水 就是热水上来 如果火山会喷发的话 可能是温度增高 可能是就是说 某些气体会有异常 比平时还高这样 中央地调所在火山带 建立连续监测站 长期记录 以便在火山爆发前提出预警 我们有一些监测 譬如违症的监测 譬如一些气体的监测 就显示它还是有违症在活动 然后那个气体就是那个氦 氦气或这种氦气 很多是来自岩浆的 所以表示它岩浆库 还是有在活动 两个空间倒过 坐回去 这打下去有多少啊 这里打五百米 四百九十几米下去 所以有几个温度计 里面大概二十几只 就是这样 等间隔放一只温度计 是主要测什么 地温温度 那五百米大概温度是多少 到五百米以下就一百度 超过一百度 砖探就打不下去 包括地温升高 微震频繁 地壳变动 以及喷出的气体含流量 急速增加 都是火山要爆发前的 明显征兆 预警的时间可以达到半年 甚至一年前就可以看到 很多征兆都陆陆续续在冒 所以在这个时间要撤离 或者要启动灾害应变机制 都是有足够相当的时间 然而就算时间宽裕 问题的关键在于 当我们受到大屯火山群 与龟山岛可能再喷发的威胁 台湾是否建立了 火山灾害的应变机制 我们最急迫的反而是要建立起 我们自己的警示系统 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时候是绿灯 什么时候是蓝灯 什么时候是红灯 橘灯 其实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吗 我们没有这样 因为现在火山对我们来讲 好像是室外的 好像都是别的国家 对我们来讲是没有这样的 火山喷发忽然毁坏周遭一切 但它喷出的物质 却能填海造路 正因为火山有着毁灭 与重生的双重性格 让人无法预测 无法抵挡 只能设法与它和平共存 尽管台湾始终没有路上 火山喷发的历史记载 不过周遭海域从19世纪以来 至少有四次海底火山喷发 台湾火山的神秘面纱 也正等着我们仔细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